KD报一个 本周又是思维来帮大家报一个啦 那像上一集呢 小英有跟大家介绍对称美学 那这个主题呢 不管是设计师,木工 一般客户都非常的在意喔 所以KD呢 就针对大家的需求 研发出这一类的 翻花,翻花,翻花 对花的产品 让木纹呢完美延伸 也让空间视觉感呢 更加有延伸感喔 新朋友们如果没有follow到的话呢 想要了解更多 可以再回去看我们上一集的直播节目喔 可以学到非常多的装潢知识 大家有看到我今天桌上的小礼物吗 这个是我们的 石木的杯垫喔 它总共有分六个 那它有 顺志啊,康熙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六种 那它的材质呢 主要是幼木的 那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产品呢 是 嗯 运用了古代六地前的象征 那这个象征呢 它是招财富啊,正煞等功能 那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拿来做在我们的文创小品上面 提供给大家一个生活上的摆饰 那它可以拿来当作杯垫喔 那这个是幼木 那它就是背面都有一个 就是蛮深的油脂线 这个是幼木的特征 那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不好保养 因为有上漆 所以 其实在上面如果有水质的话呢 就是把它擦拭干净 保持通风就可以了喔 好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最近呢 有一个小学的好朋友要结婚了喔 希望能够提供给他们一点点意见 作为参考喔 很多时候呢 我们真的需要多方的了解 选材这件大事喔 那装潢的材料到底有多少种呢 这真的是一个大学问 那如果是按材质来分类的话呢 有分塑料 金属 陶瓷 玻璃 木材 矿物 涂料 资品 食材等等种类 非常的多种 那我们就以装修来说的话呢 我们分为墙壁跟地面 那我们等一下讲到的这些材料啊 他没有说一定会使用在墙壁或者是地板 都可以喔 那只要符合自己想要的装潢风格 其实都可以做运用 那我们先大概讲一下墙壁的话 我们会用到的可能是壁纸 壁纸的话呢 在选择上啊 大多是着重在色彩或者是图案 那注意在铺贴的时候呢 色彩和图案相结合 做到整体风格一致就可以了喔 那再来就是化妆板 装饰板 那最常听到的话呢 就是木皮板 然后再来是塑料 金属 铝合金板等等的 那等一下我们会针对木皮板来做介绍 那第三种的话呢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油漆喔 那油漆也是大家很常用到的一个 装潢墙壁的方式 它大概有分水性跟油性两种 那这两个的差别呢 是在于涂刷的时候啊 以稀释油漆的物质的不同 来做一个分类 如果是水性油漆的话呢 它是使用清水作为稀释剂喔 油性的油漆啊是使用有机溶剂 那这种有机溶剂呢 它有甲本 生香水等作为稀释剂喔 如果是以室内粉刷的需求来讲的话呢 会比较推荐的 尤其是水性涂料 会推荐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以 事以健康作为考量 那市面上啊 大部分的厂牌 如果是大品牌的话呢 所推出的水性涂料啊 它几乎都是有获得健康绿建材的认证喔 那制造过程呢不含甲醛 或者是重金属等有害的物质 它才能够保障消费者的居住健康喔 那再来讲的就是 墙面砖 那砖的部分呢 它有分为 右面砖 通体砖 抛光砖 波画砖及马赛克 那再来就是讲到食材 食材也是蛮多人会使用的 那它分为天然石跟人造石 那天然石的话呢 它又分为花钢盐跟大理石 这两个是大家最常听到的 那要怎么分类呢 从广义上来说呢 如果是有斑点的话 可以称为花钢石 那花钢石的话呢 质地非常的坚硬喔 然后抗磨损 它也耐酸 抗腐蚀 那它的色泽也稳重大方 是一个较高档的装饰材料喔 常常坐于室内的窗台啊 灶台啊 门口等局部装饰 就是装饰做使用 像我们家的那个厨房的台面呢 它就是用花钢石做的 好 那再来讲的是大理石 大理石的话呢 它是具有纹理的 那经过工厂加工啊 表面经粗膜细膜 半细膜 筋膜抛光等工艺而成喔 纹理啊 可是自然流畅 有很高的脏势性 部分呢 居住环境 会用在 呃 室内的墙面 或者是地面 楼梯踏板 台面 窗台板等等 之类的地方 像我们墙壁的话 会使用到的木材 就是木皮板 那如果是地上 会用到的话 地板就是指木地板 那其实市面上 木地板有分为 海岛型木地板啊 石木地板 跟 超耐磨地板 好 那木材的装修的范围 其实真的非常的广喔 好 那我们 等等就来分析一下 就是所谓的 呃 然后再来就是装潢的风格 到底是喜欢哪一种的 那再来就是 你想要呈现出 怎么样的效果 这些都会影响 就是你 选择的 呃 一个方向 那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像 系统家具呢 呃 呃 以预算来说的话 它是比木做 还要便宜一点 那 它的生产方式呢 大多是在工厂生产喔 大量生产 那呃 工人呢 现场就可以做组装囉 施工期非常的短 那在呃 呃 成品风格的部分呢 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单纯的呃 呃 成品风格 那 因为呃 它大多都是以直角或者是平面的造型之多 所以它的造型比较有限 那重复性也比较高一点 表面的话呢 是以塑胶的印刷 那所以 表面的纹路啊 会看起来会比较规律一点点 那它的优点呢 是拆解容易 可以重新做组装喔 那 它是比较适合做在局部的装修 不过啊 它比较能够就是 只能够定制在家具或者是柜体上 比较难跟整体的装潢层一致性的搭配 再来就是它的品质 品质的话呢 比较良幼不齐 消费者啊 他没办法 去好好的判断说这个产品的好换 那再来就是要介绍它的 它的板材 板材的话呢 都是用木屑挤压而成的喔 所以啊 它特别需要注意耐操性 好 那 小场牌的话呢 在封边的胶条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验收时啊 屋主可以多加留意喔 再来我们再讲一下 木座家具 木座家具它又分为 未涂装跟涂装 这个 这颜色看起来比较浅 这颜色看起来比较深 那 第一个这个颜色呢 它是未涂装的板子 我都是拿同一个品号 只是说一个是未涂装 一个是涂装的 那我现在手边这个呢 是未涂装 它看起来比较浅 对不对 好 它这两个差别就是 一个是有上漆 一个是没有上漆 好 那当然就是跟漆妹有关系啦 在未涂装的家具来说呢 以预算来说的话 它会比涂装的家具 还要再便宜一点点 但是呢 需要请留期师傅现场上漆喔 所以其实 价格加加加都可以使用涂装版的 好 那再来我们讲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样施工的呢 木皮啊会贴在柜体 然后师傅呢 在现场喷漆 那工期的话会比较长一点喔 而且啊 那个漆呢 含甲本啊 铅啊 甲醇等有毒的物质 所以常常会造成 就是漆味四散啊 粉尘的一些污染 会对施工者会有一些健康的危害 现场喷漆的话 那个漆面啊 其实是不反火的 甚至有助燃的效果喔 非常的危险 那在颜色上呢 也会常常有一些争议 会有困扰 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未涂装 未涂装比较浅嘛 那如果 如果说师傅他要现场上漆的话呢 他又会变得更深 会变得比较深 所以 这常常会在 业主之间呢 会有一些颜色上的争议 那我们现在讲 涂装 那涂装的话呢 是适合比较 额 预算的话是适合比较 预算高的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施工方式呢 就是 师傅啊他只要叫 木皮板 涂装好的木皮板 他在现场呢 就是可以 测量柜体的 长寬膏 他就可以做现场裁切 然后粘贴于柜体喔 其实我觉得 木皮板 如果真的要比喻的话呢 他就像是柜子的衣服 就像我们人穿衣服那样子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得到这桌子 这桌子呢 我们其实是 一个柜体 然后他再贴上我们家的木皮板 然后形成 这样子的一个桌子 其实我们的施工方式就是这样 现场只要粘贴就好了 也不用喷漆 那颜色上也很美 而且我们家的 呃 产品啊非常多的颜色 跟他的 呃 不同的 不同的效果吧 我觉得 我给大家带了一些样板 我们刚讲的是视觉 现在要讲触觉 像这个的话 他就是平面的 我们有分平面 然后有分 钢刷 钢刷就是摸起来会比较 嗯 粗粗的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 矩痕 我们桌子上这个 这个触感 他也是矩痕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这个 就是有立体感的感觉 对 摸起来粗粗的 然后我们还有做那种3D的 3D的话就是真的 呃 要用触摸的 然后还有 某些视觉上的角度 才会看得出来 他有一个波浪的感觉 这算是我们公司的新品哦 我们再统整一下 系统粿的话 他是 宫崎最短的 然后再来是涂装的 呃 木皮板 那再来就是未涂装 我觉得木座啊 其实他是 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每一棵树 他的纹理也都不一样 那他施工在 在每一个柜体上呢 他的 呃 成品 他就像是一件艺术品 他都不一样 每一个都不一样 而且要看师傅的工艺啊 他做出来的细致度也会不同 那当然设计师在设计上的话 也会有不同的风格 如果大家有去 呃 去追踪可能设计师的 呃 一些暗藏的记录的话 可能会发现说 欸每一个设计师的风格 真的都不一样 这个重复性当然会 呃 比较不高啦 如果跟那个 系统柜来比的话 那再来就是 木座啊 他可以施做在弧形的部分哦 这个还蛮重要的 这个是系统柜 他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他比较能够按照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做 封边的话呢 都是手工贴的 所以接脚的缝隙啊 可以收得毫无痕迹哦 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们 在施工上 大面积的部分就是 会贴上木皮板 那小面积这种边边的地方呢 会贴上布织布 那 布织布可能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会觉得 欸那个是布吗 是是怎么样的布 是我们很常看到的那种布嘛 其实他就是 真的是很薄很薄的木皮 那 这个小面积收边的部分呢 通常师傅他们都会叫布织布 然后粘贴在 边边角角的地方 做收边 这个 那师傅在施做的时候 当然是先贴木皮板 然后再贴布织布 那贴完之后呢 再用像这种修边刀 那再把边边的地方 凸出来的地方呢 再做一个细微的修边 然后呢 再上一个脚线漆 其实我们公司的 产品他都有搭配 他自己的颜色的一罐漆罐 就是可以做一个整体一致性的搭配 其实还蛮方便的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要收得很漂亮 所以我们还会有提供就是 沙子啊可以做磨边边的动作 他真的也都可以把这些木做的东西 边边角角都收得很漂亮喔 再介绍一下我们家的涂装木皮板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我们刚讲到的就是漆面 那我们家的木皮板漆面啊 它都是用环保的UV漆 硬度很高的 那那个漆面一定是要在工厂上高温师做的 漆面是可以完整的包覆毛细孔 但是它漆的 上漆的厚度啊 又不会造成就是摸不到木皮的那种纹理 它其实是保有木皮的纹理的喔 那而且漆啊有保护到木皮 所以水汽不易胜入 像我们很常怕就是 使用木头的东西很容易发霉什么的 但是我们这个的话呢 有上漆水汽不易胜入 所以就可以避免受潮喔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特殊涂料啊 所以我们有防验一级的验证喔 其实我们很多 都有拿去做测试 比如说耐酸耐剪啊 然后很耐瓜耐磨 这些的都有 那这个是我们防验的证明 那什么是防验呢 防验它不是防火 这个谢地在第一集直播的时候 有大概跟大家提到 对 我们的木皮板啊 因为它有上特殊期的关系 所以它防验的部分做的还不错 那如果说 像有一些比较公共空间的部分 他们可能会需要用到防火 那防火呢要怎么样做呢 其实我们家防火也有帮客人定制 就是细酸钙板 细酸钙板 细酸钙板就有防火的一个功能喔 细酸钙板大概长得这样 它其实有分 有分规格 它摸起来就是有点粉粉的感觉 这可能市面上真的比较少看到 到底什么是钙板 这上面这个有颜色的是木皮 木皮我们有蓝色 那下面这个就是钙板 那钙板的话呢 我们家是用F1等级的健康绿件才去做的喔 所以它能够保障 就是居住者的安全 健康安全 低甲犬 那我们现场市工人员呢 其实只要贴皮 然后免去喷漆的动作 不会造成室内的粉尘污染啊 是一个非常健康和环保的一个产品喔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系统柜 其实它非常的 可以重新组装 那我们的木座呢 其实不太容易拆解 因为它都要上焦 那就其实也代表说 木座的产品呢 其实是非常牢固的喔 那在装潢方面呢 可以做到整体的搭配 好 那我们以上讲的一些 希望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影片 然后让大家更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是阿勇哥 今天将为各位介绍 涂装板与传统喷漆的差异 涂装板除了质感接近原木 与品质稳定外 更兼具环保与安全 但是涂装板与喷漆的差异 究竟在哪里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涂装板在选购时 可先确定颜色 避免争议 由于不需要进行 现场喷漆作业 除了可省去喷漆工期 加快暗厂湿做速度外 没有毒害与臭味 是健康的最佳保证 传统喷漆因颜色认知不同 容易产生色差纠纷 且传统喷漆 需先粘贴胃漆板之后 再进行喷漆 施工其冗长 而在施工过程中 因喷漆含有溶剂 甲本等物质 味道刺鼻 完工后 仍会危害人体健康 KD涂装板 KD涂装板 因涂料完整包覆毛系统 且涂料具有抗酸碱性 因此能用溶剂擦拭油污 保养简单 传统喷漆接触溶剂 会自然溶解 因此碰到油污时 难以清理 涂装板表面硬度高 受碰撞不易刮伤 传统喷漆受碰撞后 易产生刮痕 涂装板通过防验一级验证 可保障居家安全 传统喷漆有助燃特性 亦造成火势蔓延 看完以上画面 相信您对KD涂装板 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如果您家里正需要装潢 那么装潢设计前 你一定要先选择 KD涂装木皮版哦 我们刚刚上面有讲到 这三种表现的方式 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没有一定的好坏 就是分析给大家 那如何打造一个质感舒适 健康兼具的居住空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哦 那经过上述的介绍啊 大家对于装潢的选材 有更加了解吧 想要留言的话呢 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些 就是想要知道的一些讯息 那我们就会帮大家找答案哦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今天的KD主播思伟 KD抱一个 我们下周三晚上7点准时开播哦 有丰富的建材知识跟奖品等着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